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锅果然没让他失望 不一会儿美人小白出现了 小白虽然是小玉的模样 可是他却没有什么记忆 他只记得 有人偷了他的东西 自己必须拿回来 为了安全起见 安明准备了一把枪 随后便跟着美人小白 找到他丢东西的地方 看着熟悉的门牌后 安明想起那把遗落的钥匙 他试着开了一下门 结果顺利地打开了房门 经过一番搜查 小白发现 自己找的东西已经被人拿走 两人只好失望离开 他们没想到的是 真正的小玉在黑暗中 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回去的路上 小白告诉安明 自己有一个很好的闺蜜 两人从小学习芭蕾舞 可一次意外 自己失去了重要的比赛机会 而致使自己受伤的人 正是自己的好闺蜜 闺蜜将她每一双鞋 都动了手脚 是她错失了比赛 那个奖杯应该是自己的 小白的遭遇 让安明心疼不已 她带着小白准备离开这里 却突然遭到袭击 小白被人打晕 安明也身受重伤 而袭击者正是小玉 看着眼前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小玉懵了 虽然好奇 但她不愿去多想 因为自己正好 缺一个替罪羊 原来 那天晚上 小玉找到闺蜜 想叫回奖杯时 遭到了闺蜜的羞辱 情绪激动了她 一怒之下 杀死了闺蜜 现在 只要杀死安明 让小白代替自己 就没人知道自己杀人了 千军一发之介 安明掏出手枪 直接解决了小玉 然后抱着昏迷的小白 来到医院 医院里 新闻正巧 播放着这起杀人案件 经过调查 凶奴小玉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影片的最后 为了哄小白开心 安明辩出了一个奖杯给她 看着满足的小白 安明知道 两人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影片完 那么 如果你拥有了 这个神奇的火锅底料 你会想要变出什么来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幻想麻辣锅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挂了电话后 安明就被 果不其然 安明 安明居然 然后想着小玉 火锅果然 果然火锅 真正的小玉 在黑暗中 观 观察着 虽然后奇 但她不愿不愿去做 小玉找到闺蜜 想要